人出生后成长最重要的契机就是找到自己内心中最底层的力量 来重构自己的内心世界 很多人把这个过程叫做开悟或者觉醒 开悟的越早就意味着你重生的越早 越能真真切切地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你内心最底层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觉察到自己本来就应该是全知全能 本自具足 无限丰盛的 但如果没有向内求 舍弃与自己清明本心的链接 凡事都依靠外界给予自己依靠和评价 我们就会被恐惧 不自信 玻璃心 自卑和各种执念封印一生动弹不得 只有当你潜意识开悟的那一刻 人生才真正地开始 之前那都不叫人生 那是地狱 在这之前都是等 靠 要 求 等等被动的状态 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 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封印在过去的经历里 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自己 爱自己 也是活出自己 比如 有一种缺爱的人 从小就受到父母批评和贬低 长大成为付出型的人格 习惯性地取悦别人 通过对他人无条件的付出 以此 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认可 来弥补曾经无法得到的遗憾 这样的结果 就是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高度敏感 悲观 不自信 严重缺乏安全感 把自己孤立于他人之外 不愿意社交 只要别人说话语气稍微有点不对 就想马上逃离 把自己关起来 变得更加冷漠 这样的行为模式 如果自己能够开悟 还有修复的机会 但是绝大多数人连觉知都没有来得及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 就已经走完了这一生